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现在国足呢正在紧张的进行一个备战11月份的比赛 因为在11月份呢我们即将迎来那么这个对手阿曼 阿曼呢虽然说在此前呢他们那个排名比不上中国队 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在示意赛当中他们是暴冷打败了日本队 因此这样的一个对手对于中国队来说呢 也就是不能够轻视 我们依旧呢要做好这场比赛的一个备战 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中国队呢是处于小组倒数第二个位置 如果说我们想要争取拿到小组前三的话 那么在接下来几场比赛当中呢都要争取把对手给打败 所以呢目前呢其实呢一切利好的话 如果说都有一个好的消息 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呢 无疑能够在本场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更大的取胜把握 而从目前来看那么我们看到呢 首先亚足联这边呢也是神助攻力铁 在此前呢是目前已经确定安排两个这个裁判 去执法中国队的一个两场比赛 而从目前来看这两个裁判呢在此前已经执法过中超的一些比赛 也算得上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老朋友 那么在执法上面呢起码是对我们中国队呢应该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所以如果说在执法这边已经是能够明确裁判 并且呢他们不会去针对中国队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觉得对我们中国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那么在接下来只要我们能够发挥出我们的水平呢 说不定就很有希望能够拿下比赛的一个胜利 而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对吴磊来说呢当然也是一个好的消息了 因为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呢 其实在目前来看的话国足如果说不能够在苏州举行一个比赛 可能接下来会去阿联酋进行一个比赛 虽然说再次去到国外那么其实对国足来说也算是远走异国他乡 但实际上呢阿联酋沙迦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对中国队来说也是一个福地 是一个风水宝地 那么在此前试一赛我们已经在这里呢取得好几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所以如果说接下来还能够在这里比赛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呢 反倒是一个利好 对于李铁而言呢也是一个喜讯 因此呢如果说接下来中国队能够把握住几个利好几个助攻 能够拿出我们好的一个状态好的战术的话 说不定在三月份当中的一个比赛当中就能够起死为生 战胜阿曼甚至澳大利亚 虽然说这几个对手都不好对付 但是我觉得中国队呢也没有惨到哪里去 我们的实力其实也依旧有一定的一个实力的 如果说我们接下来能够把规划给用好 那么国脚们能够给力一点的话 那么其实完全是有机会取胜的 关键还是看我们国脚的一个态度 他们想不想赢得一个比赛 所以最后呢那么即便是到国外的话 我觉得呢我们作为一个球迷 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国足 能够拿出他们的一个态度 能够真正的去踢一场酣畅淋零的一个比赛 即便是最后不能够赢的比赛 只要把态度给拿出来 那么对于球迷来说呢也算是没有遗憾了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